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視窗程式設計裡面的Grid Layout 好,那Grid我們知道它是網格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假設這是一個視窗 OK 它這個視窗呢,你希望 在這上面擺上很多元件,而且是有規則的 像格子裝的擺上去,比如說 你做這個小 小算盤的時候它會有很多鍵盤區 它這個鍵盤區裡面有很多Button 那你要很規律的去把它擺上去 所以呢,你必須要有一個 良好的擺法 當然你也可以用路耳去 一一的去算位置,不過這個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假設呢,我可以有一種 這個Grid Layout 有這個格子裝的 我可以把它規劃好 那假設呢,我們這邊是一個五個RAW 這橫向的是RAW 橫向的是RAW 五個RAW是個Cuton 這樣子,有這麼多 那你每一個 框框裡面呢,都可以放上一個元件 每個框框都可以放上元件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看,它可以放上 20個元件 OK 好,那我們就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說明 來介紹它要怎麼用 比如說我們要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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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致遊戲 OK 這個景致遊戲呢 就是圈圈叉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呢 我在這上面 只要放這個 9個 這個Button進去 好,所以 有9個Button 那 我一一去設定的 很麻煩 所以我打算用這個 物件陣列 Button的物件陣列 來做 好,那這個Grid Layout 它必須,它就要有三層 三個Raw 三個Colon 三個Raw 三個Colon 然後元件 跟元件之間的 這個 間隔是 10個像素點 好,那 第二個10呢 是縱向的 縱向的這個 間距是10個像素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想一下 每一個Button 每一個Button 它要做的事情 要做哪一些 也就是說,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必須要幫它 設想一下 OK 好,那它要做的事情呢 按下去 首先你要知道這個按鈕能不能按 它是不是被按過了 如果是的話代表什麼 你點它,它必須要 不能用 好 那 除此之外呢 你要知道我現在按下去到底要顯示圈圈還是XX 所以顯然你必須要有一個 用來標示誰在玩的 這樣的一個指標,我們用Flag來標示它 來讓程式知道說現在到底是誰在玩 比如說A跟B兩個人在玩的時候 A下玩,接下來換B下 所以你 先出現XX 先出現圈圈之後 那第二個人按應該要出現XX 而不能又出現圈圈 所以就要需要這個標示來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程式 應該要怎麼做 那這邊補充一點就是 為了避免說這個按鈕重複被按 所以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 把這個按鈕當它按下去之後 同時把這顆按鈕射成什麼 不可用 不可用的意思就是你再怎麼按它都 不會有反應的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 我們先執行一次 讓各位看一下它這個效果 好,程式執行起來的時候 的時候全部是空的 好,那假設我是第一個玩家,我按下去 它會出現圈圈 好,現在是第二個玩家在玩了,所以我按 好 它會出現XX 好,可是我按過的部分我再去點它 我現在正在點滑鼠 可是你會發現它沒有反應 為什麼,因為當我按下去 它顯示字之後它就變成什麼 它就把它設成Disable,就是它的 這個呢,失效 好,繼續按 好,它就可以繼續用 好,所以呢,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好,這個 緊緻遊戲的一個基本概念 但是在這個程式裡面,我並沒有把判斷優勝 誰勝誰負的這個 功能寫上去,單純只是在做這個物件擺設 以及動作的這個操作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嘛,怎麼做 一樣的,你要有一個主程式 去呼叫它 那這個 視窗的部分,我們用一個GridLayerFrame 這個只是我定義的一個類別名字 那同學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自己去定義你的類別名字 好,那這個類別裡面,它繼承至Frame之後呢 我們要有一個陣列 物件陣列,這個物件是什麼 Button,按鈕的物件陣列 好,然後呢,另外要有一個 我們剛剛說需要一個Flag來標示 那在這邊我用 當Flag為True的時候是玩家1 1號玩家在玩 那它是Force的時候呢,它是玩家2號 玩家2號在玩 好,那 有了這兩個 這個 有了物件陣列 Button的物件陣列跟指標之後呢 這個是它的建構源 再來呢,是Initial Component的部分,我們去把它建構出來 那首先呢,是視窗所在位置跟大小 再來設定它的Gree Layout 把它Layout 設定成Gree Layout 然後呢,它是有3x3個 好,那 物件 好 彼此之間的距離 好,間隔是10個像素點 好,那這個跟以往一樣就是 好 你視窗執行之後,右上角按下去 它可以結束城市執行的一個 關鍵 再來呢 我們就開始做Forward圈了 因為我們有9個 9個按鈕 所以呢,我們就用回圈的方式呢,去把這個 按鈕呢,一一的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Button 這個陣列的名字叫Button 中括號i 從0開始到小於9,所以0到8個 好,然後另一個Button 這時候我們在Button 括號的部分呢,就不寫任何字 這樣才會形成一個 沒有標籤,上面沒有任何字的一個 這個Button出來 就是剛剛我們城市執行起來的時候,裡面是空的,像這樣是空空的 如果你在上面打上字的話,每個按鈕都會先出現那個字,這樣就不是我們要的 再來我們為了要讓那個顯示的這個圈圈叉叉叉呢,字看起來比較大一點,所以我們用 我們就設定它的字體 微軟正黑體,而且是粗體 那字的大小是72個像素點 好 再來呢 我們現在開一下Button 我們幫它 加一個傾聽器 好,這個傾聽器呢,它就是 當你去觸發它的時候,它要做什麼事情 那因為每一顆按鈕要做的事情呢 同樣的是要做 這個 檢查,還有要顯示 全全查查的這個動作 好,那因為它要做到去 設定Button本身的 Label 好,所以我們就同意的呢,交給另外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是我們自己寫的 好,這是我們自己寫的一個函式 好,這是我們自己寫的一個函式 好,那這個函式呢 它在哪裡呢 函式在底下這邊 這個函式做什麼事情 好,待會我們再詳細講 但是這個函式要求一件事情,你要呼叫這個函式的時候,必須給它一個參數值 這個參數是什麼?Action Event 好,要給它一個Action Event 所以我們就把 在Action Perform裡面的Action Event呢,傳給它,所以把AE傳給它 好,傳給它,它就做了一些事情 完成之後 這個 做什麼事,我們待會詳細講 然後除此之外,我們要把它加進去 所以呢,我們這邊看到 之前在講Border Layout的時候,你把這個元件加進去之後,要告訴它方位 可是在 Grid Layout裡面,它不需要告訴它方位 你就依序加進去就可以了 好,所以依序加進去,它就會 按照 左上角 往右 依序加進去 好,依序加進去 所以它再加元件是這樣子 從左上角 再來 第一個Raw 第一個Raw 第一個Colon 第一個Raw,第二個Colon 第一個Raw,第三個Colon 一直累腿 這樣填下來 好,所以只要持續的 依序的Add進來,它就可以加進去了 好 OK 好,那在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剛剛說按鈕按下去,它要做的事情 好,這個Messor收集在這邊 好,這個Messor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看一下 你進來之後,我們要先取得到底是哪一顆按鈕在按 好,哪一顆按鈕在按 所以我們就用 一個 虛擬的Button 好,用一個Button 假設我們叫 BTN Temp 這個Temp 這個暫時的按鈕呢 好,你並沒有把它加進去或顯示出來 沒有,我們只是把它拿作一個暫時去記錄它 的一個工具 然後呢 它是從你傳進來的這個Action Event裡面去取得 觸發它的Source來源是誰 好,那我們知道會觸發這個Action Event一定是什麼,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一定是Button 所以 直接做物件的,做形態轉換 轉換成Button 好,那有了這個Button之後我們就做什麼事情 判斷一下 如果說 好,如果說這個Button 是 好,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Method 是Enabled 是,這樣就只有True Yes或No 而已嘛 True跟False 如果它是可用的 就是 它是 Enabled代表可用的 如果是可用的 好,那我們代表什麼 這個還沒有被人家按過 沒有按過的時候,我們接下來就要判斷它到底現在是誰在玩 好,如果Flag等於True 我們剛剛講說Flag等於True 因為它是只有True或False 所以我們這邊就 當然你也可以寫這樣等於等於什麼 True 好,這也可以,可是這個 這個 寫法跟你直接使用它是一樣的 因為Flag本身就是一個 布林子 好,所以可以直接這樣子做 好啦,如果是True的話代表說 A圈圈是 第1號玩家在玩 所以你就要把它的Label Button上面的標籤呢 設定成圈圈 否則的話 如果不是 不是 True Flag不是True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 標籤是這樣叉叉 好,就這樣子 很簡單 再來呢 把剛剛的這個按鈕 去 它的Enable呢 好,Enable 好,可不可以用 好,把它設定成什麼 False 就代表 按過就不能再按了 所以就把它的可用性 換成什麼 False 就是按過之後 之後不能再按了 那最後呢 我們再用一個什麼 Flag等於Nut flag 好,那我們知道加Nut就是 反向的動作 所以本來 你的Flag如果是True 再加一個Nut 就變成False 好,那每次這樣子做呢 就會 當 假設第1次進來 是玩家1 它是True 經過Nut的動作之後 Flag就會做 變成False 所以你今天在按 按鈕進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Flag它是False 那False這邊就不會做 對不對 它就會跑來這邊 設定叉叉 下來之後 你要把False再做一個Nut False做Nut 就會變成True 所以就會 換成什麼 玩家1來玩 那它在按的時候 它要跑到第1個 去做什麼 顯示圈圈 以此類推 這樣子就可以打到什麼 打到我們要的需求 顯示圈圈叉叉 那 就如同跟各位介紹過的 我在這個程式裡面 並沒有加入這個 判斷誰贏 誰輸的這個 功能在那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 變成一個 可以玩的 簡直遊戲的話 當你在 按完這個圈圈叉叉的時候 勢必要去 要有一段程式 是判斷 有沒有來個玩家已經完成連線 的這個功能 好以上介紹給各位參考